因为江户昨天的我省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实施了封闭现行的措施 现在高速公路的情况怎么样了 让我们来连线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记者齐辉 齐辉你好 哎 主持人你好 我想得现在的高速公路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截止吧目前因为受到江户的影响 省内是有15条高速公路采取了交通管制 其中沈阳 铁岭 辽阳 府顺 还有复兴 这五座城市境内所有的高速公路都是封闭的 锦州境内呢现在是单西高速的锦州西到班级塔 府营高速的沟邦子到北镇站无法通行 湖瑞岛境内现在除了万家站之外 其余的站口全都是封闭的 那湖瑞岛境内这个物质非常大 能见度也就是10米到20米左右 昨天晚间为了确保安全 交警部门呢是在410公里处断流行方向的缺辣 现在在湖瑞岛站北京方向有吹烂滞留 同时从路上的司机船类的消息看 在新城主线往沈阳方向也有车辆滞留 那么现在如果打算要从湖瑞岛去北京方向的车辆 您可以从万家收费站上到 这个站现在是可以通行的 而且辽宁和河北两省现在并没有主线采取断流 另外在这里呢还有一提是 今天打算去吉林方向的司机朋友 吉林高速因为大雾 在昨天晚间也封闭交通 现在仍然是大雾万 两省交界现在是无法通行的 那么截至到目前 我们省内本西 丹东 朝阳 这三座城市境内 所有的站口是可以通行的 沿口还有大连境内 因为有轻物 有部分高速站口对上道的车辆 有现行要求 但是丹口和大连境内 所有的小行车通行高速 现在是没有问题的 路上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